就要先介紹一下 我們是在一次廣播節目 然後聽到說可以預約打工 然後我的小孩就之前對一些司機蠻有興趣 然後我就問他說可以預約打工 他說他覺得很有趣 那我就當爸爸我就幫你完成一下 然後我就上網去找 我老婆就是想說不可能 那個廣播說就說不會是真的 然後搞不好就只是一個平台去點點 只是機器人 其實現在你看到是提香 那他們就有點不相信 那其實我們是從彰化蠻偏鄉的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就是那個秀水鄉 有聽過 對 沒有去過 那我的小孩就 他也有問過他的同學 可是他們就沒 就不知道你 也不知道這種活動 那他們就說想要來看看 說我們昨天晚上就來這邊做事 對啊 特別把他們請了家 OK 對 那就算是一個是帶著來見粉絲的心情 那一個也要請簽名 那也列了一些關於那個問題 想要討論的好安 沒問題啊 就是說也有小朋友的問題 那也有關於公司 什麼數位化蠻型 對的問題 OK 那我們不知道是 有問題 因為 OK啊 想到什麼就想說 你先跟他打個招呼吧 對啊 怎麼窗戶 我必須借 我這樣寫光啊 那是 你接到來自己 不是不是 我是謝陳佑 今天讀三個 陳佑 是 我是舒米 你好 是宇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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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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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級 三年級 先問問題 對啊 看你想要聊什麼都可以啊 他剛剛想問你今天睡幾個小時 九個多小時 就他今天工作 那就有辦法 哈哈哈哈 我都會 記一下我的睡眠時間 睡前會稍微暗想 醒來會 做一個紀錄 所以我一醒來就知道 我可以來睡多整 這樣 好 今天有什麼睡眠的 嗯 因為我們其實 我是其實有看書啦 可是他特別去買書 然後 因為我是 我有在上班 我是職業 那所以有兩個小孩 就是上班 然後再加兩個小孩 那我看了那時候 其實感受蠻多的 他會覺得說 欸其實 那我是不是應該都為小孩做一些什麼 但是因為我們在偏鄉 那又要雙心 又要 賺錢又要 教育小孩 那事實上教育小孩 可能有很多的問題 嗯 就會覺得說 欸在偏鄉其實 偏鄉的資源 確實是比較少 嗯 就像我們講的 我們是在彰化線 對 那所以我們的圖書館 其實書都已經很久 嗯 很少 然後我們都要跑到台中市去借 嗯 甚至有時候還是借不到 那像這種的話 政府有沒有一個 就是比較完全配套 或者是 就是在於教育的部分 未來的教育 嗯 那像 我有同學是 國東老師 那他就會覺得說 欸其實現在他們講的課槓 嗯 那有很多都是編進去的 那為了編進去 那他反而 不是 變成他要做 他不會教啦 對 因為他以前不是這樣教 對 他說他要教 他實質是數學老師 嗯 然後他要教藝術人文 他不會畫 也不會 對 他很喜歡藝術 可是他沒辦法去 教授人家 怎麼去體會 嗯 不過當地會有 好比像說 畫會啊 或者是一些社團啊 或者是 等等的這種 就是社區組織嘛 因為新課剛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 如果老師在學校 可以直接邀這些 平常是社團 或第八節課 或什麼的 直接進到課堂 那他不一定 什麼都要自己教 嗯 那他不知道 不知道這些事 可能是 對 我們會有 很多輔導的 輔導老師的方法 就是確保他可以 持續進修啊 增能 就是知道有這些做法 這樣 不過這個確實是一個 新課剛退行以來 就是 每一個地方 他可以結合的社會資源不一樣 而且 很多老師也不知道 要怎麼樣開口 去跟 在地的社區大學 或者是 旁邊的一些別的機構 講這件事情 所以這倒是 那也許我們可以 討論一下 是 譬如說多元的部分 像小朋友他們可能都是 填牙子上過去 那可能 我聽到的是 可能台北市 他可能有一些 他用專案的方式 讓他去做這個專案 然後讓他去 製造 就是讓他去解說這個專案 就會變成比較 怎麼講 比較多元的教育 像請個家來台北 也是一個專案 有 像這樣 做成學習歷程 像這樣 但是就是說 在相關的地方 我們真的比較 比較看不到這樣 我們也是剛剛聽到 那個先生跟我說 有整個班級來的 其實我們也是 不好意思 不然其實 他變成一個教案 也是有說要找 可是不好意思 因為其他同學 我們就說 可是我們上面 只報了 四個人的名字 不知道 就是不好意思說 再問同學 其實提早講的話 之前二十個五十個 都可以 我們就能夠大一點回事 哦 可是你的這個 不是直到今年九月 就不會再辦 沒有 這個是一直持續的 都會有 但是從 等於下下禮拜開始 會變成 只有機關團體 要不要你們學校 就是有登陸的團體 可以來 因為他要一個 學習邊 一個同編 就是個人的部分 因為之前比較 有些是個人 然後他註冊了 又沒來 或者說 本來說要聊一個 但是來了發現 另外一個要聊別的 就是我很難準備 所以現在就是說 我們這樣算嗎 沒有 你們說要聊什麼 就聊什麼 這個是很好 因為也沒有 要我準備 就還好 對 所以這種就是比較 臨時起義的 就是想到了個人 這樣約的 之後就會改成說 只有就是寫 預先登陸的這些 社會創新組織才可以 但不是到九月會一直下去 但我們變成 就是沒辦法再像現在這種個人來約 對 可能就要找一個 公司 學校 協會也可以 組織 社區大學也可以 都可以 就團體了 對 確保他不會跑掉 這樣子 對 對 對 像您就是因為你有去德國 有學 就是在那邊教育 被受到那邊的教育過 對 看來就是台灣的部分 你覺得有哪一些可以做得更好 還是說現在已經做 其實我們不知道 對 我覺得德國當時 讓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他們都把小孩當小大人看 就是 欸 怎麼了 我們可以錄音嗎 可以 可以 當然 我們也會錄影 這個錄影也會 OK 他都會放在那個 對 對 自己私底下收藏 OK 私底下收藏 我們都會發表 所以其實沒有差別 就是這些都是公開的 之後也很歡迎去用 對 我覺得在德國 我印象比較深刻 就是說 當時他們就把小孩 因為我是11歲去讀 我同學都才10歲 但因為他們11歲 就要選擇 類似我們中學分組這樣子 所以 他們就是很信任 小孩能夠為自己的未來 志向的方向 去找方向 那在德國的話 選技職啊 這些 其實他完全不像 在台灣說 好像主要是以學術為主 然後技職好像是 你學術 分數不夠再去選技職 那樣的想法 在德國很多 我的同學技職 就是他們第一支援 他們對技職非常的看重 而且也覺得 那是他不是只是為了自己的 收入 而是能夠為社區 立刻就有所貢獻 那這個讓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小孩說要讀技職 加上覺得很煩 對 其實會很尊重 他們給小大人 這樣的選擇 沒有啦 其實很理解德國的一些 其實像什麼 汽車啦 還有一些資訊 對 他們在世界那種頂端的 因為像我們公司 其實有去用 SAP 啊是 這種系統 是是是是 他有加入 SAP這種 co-user 這種訓練 所以能夠體會得到 SAP 那種 德國人 那種 職人精神 對 而且很嚴苛 就是資訊不對 資訊不跑 沒錯沒錯 對 它是很有那種 自我要求的幾率 不會變成說 好像就是小孩這個 做什麼 欸 那自己不用負責 都是大人來收拾 所以這邊叫這個 媽寶我爸寶 對 這樣的情況在德國 是因為我那個年代 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所以我覺得那是影響之客 因為我在德國 那是德法邊境一個小鎮 其實也是非常偏向的地方 但是他的教育資源等等 我覺得都是靠著在地的這些社團 我們上學大概也都是上到下午兩天三點 那接下來的時間大概就都是在地 像踢足球的俱樂部啊 做手工藝的俱樂部啊 這些俱樂部 去take over 就是不是那麼多時間在學校裡面 那這是台灣可以學的 那我覺得 就是欸 就是你說你為了你回來台灣 其實是想要改變台灣的教育 對對對 那事實上感覺上好像也是有在改變 但是好像沒有那麼的 嗯 沒有那麼的彈性跟多元 一開始多元是靠那個體制外 那時候叫做實驗教育 那當然後來實驗教育 對算法通過之後體制外也變成體制內 就是不管是團體自學 機構自學 個人自學等等 但是如果你覺得說欸 那我們一群人討論一下 我覺得怎麼樣子學會比學校教得好 那就算你沒有校弟 那一群家長也可以出現一個叫做共學團體 所以一開始很多是靠這樣去創新 對 確實是有很多 是不是需要花非常多的時間跟心力 對 其實就是等於是至少家長其中一個 有時候兩個 又等於變成兼職的教育工作 這樣子 大概才比較能夠負擔這個 就是跟小孩那麼多相處的時間 對那但是這些有點像是研究吧 研究了十年之後 一些這些想法 像剛剛講到這些多元的消停必修或選修啊 或者是說可以跟社區結合 或小孩自己決定學習方向 學習歷程 這些大概都從這個慢慢進入體制裡 只是說他就是體制裡的老師的 這個適應速度不一定那麼快 那當然老師有一些社群 像那個夢的N四方啊等等的社群 專門就是讓體制裡的老師也可以 向這些實驗教育想出來的想法做一些學習 我們講很多 你們在車上聊那麼多 你們都想問 車上聊什麼 不好意思 看到真的人 沒有 他問你說你有喝酒嗎 沒有耶 不喝酒 有時候外交場合大家舉杯嘛 然後那個我就這樣子 但是他會碰到嘴唇 但是我嘴巴不會張開 所以這樣喝一整個中午 或一整個晚上下來 那個道路還是一樣 其實我也喝喝酒 因為其實我爸爸 在六年前有乾 啊是 我沒有捐乾給他 啊 所以其實我們家人也都 化酒全部都進酒 對 我不喝是因為 我就是沒有酒量可以啊 就是只要喝一些 立刻就睡著了 不太可能跟人社群 是吧 所以酒精對我沒有 就是一般的那種社會公益 妹妹自己寫那麼多 興趣 就是筆記本是不是 是人的興趣 好可愛喔 是他自己寫的啦 我的興趣是什麼 我的興趣就是去聽別人說話 我很喜歡聽我不認識的陌生人說話 所以像Office Hour也是我的興趣的一部分 就是像今天就會有五六組不同的人 那來分享 就是你們想到的事情啊 生活經驗啊等等 這個我是非常感興趣 還有一個世界有沒有生長好嗎 你覺得有就有啊 對啊就像有沒有米老鼠一樣 你覺得有就有 做回答好嗎 好嗎 可以嗎 可以 你都害羞成這樣 有什麼關係 在車上一直吵 對啊 對啊 那我問 如果說 你的生命與蟲吧 對啊 你會再選擇 你是一個天才而蟲嗎 還是會是一個平凡的 一開始也不是我選的對不對 對 對啦 我覺得 當然就是 我生命經驗裡面 一開始大概都是身體很不好 所以因為我閒天心心當病 所以小時候都不能運動 然後也不能激動 也不能生氣喔 生氣會混到 所以這個是 真的有 常常就是 隨時心跳只要一塊就會混到 所以太開心也不行 那我是12歲去開刀 開了刀之後就可以了 但是因為之前都沒有這些習慣 所以現在情緒都還是 一般來講都很平靜 因為就不太習慣很激動這樣 那所以當然運動習慣也就完全沒有 所以我會覺得說 當然如果能夠重來的話 如果我大概不會 如果我能選的話 大概不會有些天心心那麼病 因為有很多生活的過程裡面 好比像說跑步跑得很愉快 滿聲大喊這個感覺 我生命前十二年都沒有 那其實確實錯過很多 所以你有遇到你生氣的時候 睡覺有最生氣的事情 就都沒有 因為不能嘛 就有時候我如果很激動 那我就混到 然後醒來就在醫院了 我就在保健室了 就是因為他心臟一塊 然後我因為心臟中間又撲一個洞 所以他沒有辦法把氧氣 即時的輸送到腦部 所以心跳這個一塊 腦部的續氧量一大 又沒有那麼多氧氣 那就缺氧 所以就聞到 這樣 所以就沒有什麼這種經驗 所以這也變成是一個習慣 就是等於是你的情緒管理 對 所以這是一個習慣 對 就變成說 所以是我知道一覺的心跳快 不管是開心的還是不開心的 那我就會自動開始深呼吸啊 等等 就是讓他心率可以 就是比較平衡下來 所以今天是學習 心氣的時候要學習慣 對 這個是我有記憶一開始 就好像自保的一種分 就是 就是因為他小孩子 也是有時候會稍微激痛 是齁 但是父母親應該也是有很大的環境 因為他要教育也是因為他不會發脾 就是 對啊 就是情緒控管 對 父母也是一個很大的 對啊 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因素 對 我覺得 就是他們都會用我講道理 因為只有講道理才有用 對 如果真的是去折發我什麼 然後我一激動又混到 大家都沒有什麼 就是實際學到的東西 所以從小就是 他們就是很 就是我要什麼 我要好好講 我不能去鬧啊 去怎麼樣 可以請問一下 你當初像 你直接飛過去德國 就能夠語言 我知道了 英文還好 但德文聽說很難 因為它完全是跟英文不一樣 它是不一樣的 它有簡單的部分 就是看到字就可以發音 但是有難的部分 就是它很多的 就是各種不同的時態 各種格的變化 等等 那我怎麼學的 我沒有特別學 我去的時候 一句話都會講 對啊 因為我看到書上 我就覺得這一段怎麼會 一開始都比手 比手發生 兩個月就可以通過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但是很多都是 有點像是 就是繪本那樣子 就是它會畫一個路口的狀況 然後我知道一些單字就可以了 就是停啊 繼續開啊 左轉右轉 這些基本的詞彙 我覺得主要就是 我沒有把德文當作一個 語文來研究 就是 我知道我講的文法都是錯的 但沒關係 人家聽得懂就好 那也因為這樣子 就不會一直卡在說 我一定要文法一百分 自慧量一百分 我才敢開始講 因為我不講的話 根本什麼事都不能做啊 那所以 等於就有點像是 就小孩丟到水裡就會游泳 但是 有的一定不是什麼 就是標準的 自由詩或碟詩 什麼一樣 就是夠用就好 所以我是覺得說 語言就是難能用的 那你是如何開始 就是說 因為我其實看到你的時候 你有在講 對 就訪問的時候也 對 那 你是練成這麼好 十九十八九歲的時候才用這樣的 我英語很晚很晚學 英文很早 是因為要寫詩 寫詩 寫詩本來就是用英文 但是隔著網路 都是寫字寫信 等等 對 但是我完全沒有 就是用英語講話的環境 所以我也沒有固定的腔調 所以有時候 你一個時候看我youtube上面 對方有什麼腔調 我就跟著用他的腔調 因為我很晚很晚才學英語 所以 你說我怎麼樣子學 也沒有啊 就是開始環遊世界 然後住在很多人家裡 就是那一段你去找 那個誰有這個技能 對對對對對 就是二十四五歲那一段 那大概二十二三歲開始跑國際的會議 那就是鍛鍊自己聽嘛 那聽就算聽不懂 那我就說 I beg your pardon 就是多講幾次 那還是可以聽得懂 那所以同樣的就是 不要對自己的英文文法 是沒有太多要求 然後也不要覺得 發言一定要很正確這樣子 所以你覺得英文是不是一個 很能力的必須要會的 所以你有主動去學這個嗎 對對對 當然就是我們寫詩詩的 也就是很英文寫 對 所以看得懂這些智慧 並不是問題 不會像我當時很喜歡玩那個 魔法風雲會嘛 Magic Gathering 那他的很多牌也都是英文 都是英文 所以我為了要跟這些打牌的 就是魔法牌的朋友交談 所以那些詞彙一定會 但是那都是字 就是不是語文 不是語言 那但是語言的話 同樣就跟我在德國的經驗一樣 就是遊戲王 其實後來就有遊戲王啊 對 魔法是最早的嘛 那後面就有很多遊戲王啊等等 這樣 對 對啊 我覺得桌遊啊 紙牌遊戲 都是鮮魚啊 和寶的一些工具 對 我現在有機會 不知道在看紙牌 嗯 嗯 嗯 然後如果有兩個人 對 大聲一滾 他就是彈奉針的啊 哦 還不小心 如果要給小朋友 忠告 你會給小朋友 小學生什麼樣子忠告 嗯 就每天要睡到八個小時 九個小時也很好 對啦 因為很多時候 看如果睡不夠的話 前一天學的 立刻就忘掉了 我們的長期記憶 就是的行程 是靠 把前一天的短期記憶 在睡眠的時候 把它學起來 所以如果你讀書熬夜 這個熬夜到10點11點 那隔天又要6點7點起來 就睡不夠 那像昨天學的可能 百分之二三十都還給老師 所以那個熬夜的人 白熬夜 還不如就是 只看百分之七十 然後就去睡覺 去睡夠 對這個只要睡夠 像我昨天在那個 他們天下這個 family 好像 天下親子 有一個對談 那就說 有時候小孩很粗心 怎麼辦 不夠細心 我就說我只要有睡到八小時 我就是一個很細心的人 但我如果只睡五六個小時 我就變成一個很粗心的人 所以不是真的 就不是人粗心或細心 而是我如果睡飽了 有餘育的話 才能注意到一些細節 但其實 我是問我是這樣 因為工作上好像壓力很近 有時候睡到有辦法醒 對啊我也會 然後我昨天半夜三天噴起來 然後大概過十分鐘 所以還是想辦法再繼續睡 所以還是想辦法再繼續睡 就是 不管怎麼樣 就算你躺在床上睡不著 也好 只要湊起來到八個小時 因為現在有手機 很容易醒來花手機 就不能再睡 所以在我的那個 臥房是不會放手機 然後也不會放 就是其他可以燒腦的設備 這樣醒來就是 稍微混一下 還是可以睡 所以你是用四彗型手操嗎 是 然後這個是工作用的 它就是隔著一支筆 我基本上用這些東西都是用 它很少要手去觸碰 對 我很少要觸碰螢幕 我就是做筆記啊 什麼都是用筆 這樣 它還是透過實體 所以就算iPad 你用寫的時候 會不會放進去 對 因為寫字是有意識 你要寫什麼才去寫 但一支滑是無意識的 就是你可以完全不看螢幕 也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就一支滑 所以有很多時候用滑的時候 我會覺得 不是我在滑手機片 手機在滑我 就好像無意識的一支滑 但是用筆的話 因為它要很精確地指到某個地方 所以你要就是先想說 我要螢幕的哪一部分 我在行動 那這個情況下 就很難上癮 基本上你不會上癮 隔著鍵盆也是一樣 隔著鍵盆也是一樣 都是想法都一樣 你從2016年上任期 你覺得你做得到最大的 最有成就感的轉方 是 當然我覺得 我在當時加入的時候 還不知道說 國際上面會那麼喜歡 我們在台灣開發出來的一些想法 好比像說我們防疫 但是沒有封城 是靠每個人戴口罩信息手等等 或者是說 國際都碰到假訊息危害 尤其是在投票的時候 那像這次美國也有很嚴重的假訊息危害 其實我們當時也有 不是沒有 但是我們解決的方案是更透明更開放 比方說在計票的時候 每個投開票都有YouTuber 那他可以自己去錄下那個開票的情況 不同的黨派 好像有的有叫什麼 穿人件還是什麼 鷹眼部 有一些APP 我沒有用 但是 好像就是說 就沒有出現美國那種爭議 說好像兩大黨覺得說 這個投票的結果完全不一樣 我們這邊因為是靠那些計票的人 直接就是上傳他的錄影 所以 你如果是一個黨派 你就看那個黨派的YouTuber 但是另外一個黨派 就看你相信的另外一群YouTuber 可是兩個加起來只是票數一樣 所以我們這邊就不會覺得說 好像有什麼大的選舉舞弊 等等 就算有這些假訊息 反正每個人一看 就可以知道說不是這樣子 所以這些國際都非常喜歡 然後也覺得 真的可以參考台灣的民主 那我們不是說用紙本 好像我們落後 我們用紙本 但是加上直播或錄影 其實是更先進的 確保說大家都可以來一起計票 對 那所以我會覺得這些事 蠻讓人高興的 就現在想到民主的深化 民主作為一種科技 等等 大家就慢慢就想到台灣 就是那種很開心 有啦 其實我在書上看到 你當初那個 就是進去 我講的是台灣太陽化學院那段 對 看到你做一些蠻細心的東西 例如什麼記者證 對啊 後面記者證 而且是因為有一些味道人師 或比較資深記者 我覺得當初你們這個動作很不好 沒錯 啊 你就想到說 那就去解釋那個 2011年 對對對 因為大家其實都是為了報導真相嘛 那我代表公明 其實我也提醒自己說 要進那種媒體素養 不能說好像只偏頗的報導 其中 對 所以我就有點想到 在你還沒從政治前 算還沒從 就是太陽化學院那一陣子 你也是用這個去讓他做一個 比較合理的一個社會大眾 沒錯 沒錯 欸 有一隻海豹出現了 有啊 有啊 好可愛 其實他們 在家裡跟來的 跟現在是 完全不同 現在比較害羞 他害羞 他就真的是彈蹦啦 沒關係啦 對啊 真的 不是機器人 不是 不是 可是好像怕我們 不好意思 是我們很大的 如果他跟同學來 你就會問了 因為他們想要問你 為什麼你想留場 不知道不知道 就是 那我比較 你會不會想結婚啊 都可以問啊 都可以問啊 目前還沒有想 然後 頭髮的話 其實就是覺得 這樣子可以 就是表現的空間比較大 我都是去找 好險才 那他是一家社會企業 那 每一次去就說 那你要 就是表達什麼 都可以 我這個好像畫圖一樣 讓他去表現啦 那如果是小平頭的話 等於設計師能夠表現的 就比較少一點 有點像是 看藝術作品 其實我們昨天打就有在跟你那個 你有一個 玩偶型的人物看牌 對啊 昨天就已經拍了十幾次 就跟著那個 那個叫Dory Dory 對 是日本一個漫畫家幫忙畫的 哦 對 他有一個 我覺得很棒的 就是說他把它授權出來 所以做這種非營利的使用 什麼都可以 對 所以就是會有做很多周邊 這個手拿牌啊 之類的 Dory Dory 那這個都是 因為我也拋棄掉我的肖像圈 所以誰都可以拿我做成這些 迷因啦 這些周邊 都可以 這樣 所以那 所以就像剛剛講的 就身上的 像我這個衣服啊 頭髮啊 什麼 他就會變成這個動漫角色的一些設定 對 所以就是創造空間比較大 簡單講就這樣 所以這個地方會一直在嗎 對 對 不是有在說這個是空軍的 這個本來是空軍的 他們二零空總 空總 一二搬走了嘛 就是這本來是空軍總編 然後再往前 然後日本時代是類似東工業研究員 這樣的地方 那空軍現在已經確定不用這邊了 對 所以他現在已經變成古蹟 就是台北市把這個整個地方 都變成古蹟跟他的附屬建物 所以因為是古蹟所以就會保存 就不會拆掉 那我媽被賣掉 是嗎 其實說土地很整 這一個土地 但是因為是古蹟啊 因為是古蹟啊 所以現在他這整塊地 就空總大概百分之六十幾 就是靠南邊 就是靠仁愛路這一段 到中間那個大樓 沒有看到那個中央大樓嘛 對 那通通都化成古蹟的所在地 所以不但現有的建物要保存 也不能再開新 所以這整個區域都會保留下來 當然內部可以裝潢 可以做一些文教使用 也沒有問題 所以你覺得你會在這個位置 會繼續做下去嗎 當然 就是繼續貢獻下去嗎 當然 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2014年那個時候 我們佔領立法院的時候 沒有想到說到2014年底 等於當時的行政院 就說那這套很好 然後希望我們都來交公務員 怎麼樣子跟大家一起 集思廣義 而不是說好像每四年才能夠 就是讓他們知道 方向對還是不對 不是只靠投票 是每天每天 或像這邊每個禮拜三 每個禮拜三 都可以直接來這樣討論 所以我覺得 公務員的同仁也都 覺得這套很好 對他們來講 總比早一點遲到狀況 總比晚遲到狀況 所以應該他們也都很希望 在這套做法可以繼續下去 所以不會是政府機關 或者是那種私人團體社創 那你們談完之後 你們覺得如果有可以 可以擴散的 然後你們就會繼續 對 沒錯沒錯 對 像之前三倍券的時候 那也有人在Office R來 然後說 他覺得說 他想要數位綁定 但是他又 那個回饋兩千塊 他又想要捐給 移工的團體 140 因為移工是沒有三倍券的 那他如果領紙本 他可以把那個紙本捐出去 但是數位沒有辦法捐 對 那所以那些數位是 雙了三千再回饋兩千 那所以後來也就因為他的建議 那我就跟公企處說 那我們改一下系統 讓你除了從提款級可以拿兩千之外 你在綁定的時候 就可以打一個捐贈碼 就是愛情碼 對 那所以好比像說 我就是 5942140 就是移工四十分之一的 你的教育資金會 對 所以我綁定數位的時候 我就是這樣 然後我去隔壁那個幹嘛 刷了三千嘛 那兩千就跑到四十分之一 資金回去 那這個就是來的人提出來的想法 那你在這過程當中 有沒有覺得最挑戰的專案是什麼 最最難的就是當時扣照實名制 因為每一個新的版本 從一開始的藥局 然後藥局跟地圖的互動 到接下來便利商店的預購 要從健保快樂園預購等等 這個每一個能夠作業的時間 大概都只有三天 兩三天 所以這個軟體並不難寫 但是要兩三天 然後又不能出什麼大錯 這個是就是壓力比較大 所以那幾天都沒有睡到半小時 有啦 其實那一兩個禮拜 大家不亂報應那個數字 數量的正確性 對 有些鑰匙會發號碼牌 換健保康 那這個口罩就沒有用 就是你在地圖上面看到 就是一直都沒有賣 到最後賣完了 那這個等於是 我正確性是很糟 我附近有一個鑰匙在門口 就貼不要相信他 但是後來我們經過討論 那也給他們說 後來一發完 按一個鍵就消失在地圖上 慢慢就越來越準確 所以當時這個 這個真的就是像陳時中陳部長 講的那一段 就是順便去找你們 對對對 他們就是當時每個禮拜會開 口罩會議嘛 那就是要我 然後想說怎麼樣 大家都能參與 都能加入 確實是很厲害 對 我跟指揮官也學到很多 他也是 雖然說是指揮官 但是隨時 有人給他一些批評指教 他都是很謙虛 都是說委員將將我們啊 或者說沒有道理啊 你早點講啊 就是說 我也有種他在命令人的感覺 是說你有好的想法 那我們就一起來參想 他還蠻厲害的 因為他第一個好像是什麼 這種非 非醫 因為他是牙醫 對 他是牙醫 對啊 不過當時健保改革啊 包含牙醫納入健保啊 自從國外都做不到的 都是他最好的 都是他最好的 對 他的那個溝通能力非常好 其實去年也蠻感謝你們 就是你們在這種組 他有辦法 海報 海報跟那個牌拳 對對對 對啦 我們也只能發口說 還是要靠大家看待 我是覺得這次真的是 大家 就是社會上面 每個人提醒每個人 對 那所以因為這樣 社會中心 都不會有什麼高壓的方法 什麼風承啊 都不會 很多條愛人比較能信 不是啊 我覺得大家比較願意 提醒彼此 像美國就沒有辦法控制 對啊 對啊 嗯 像因為我們的工作關係 所以我們是跟Nike一起做 啊你跟Nike一起做 那因為我們幫他做鞋子嘛 那我們常常要開會幹嘛呢 現在開會也都 他們也都沒有辦法 他們現在全部都是 從家到7元 是啊 所以他們也都沒有辦法來台灣 或者是去工廠看 美國的控制那裡是比較 比較沒辦法 對 他們現在就是 要抗疫苗 但是他可能要到7元左右 對 對 他們是 內部宣布就是 全部都要到7月 但是7月可能還要再看狀況 嗯 再看有沒有辦法解放 對啊 那我們 我們越南印尼的部分 也是只能 包機弄去 印尼也是只能 等一下 好像有開放商務圈 對 印尼好像有 印尼有 因為我們通常在越南印尼都有 所以現在也沒辦法過去 那用視訊看廠商 都變成是視訊 或是這種 數位型的一些 就是 那是套軟體嗎 會不會被死啊 對對對 對 那很麻煩啊 因為工廠那邊 現在有一些就是 印象印尼地區 他們可能就有感染的 有被隔離的 所以印尼地區有一些部門 我們可能就是完全聯絡不上 就是當地幹部有被 可能被隔離 所以就消失了 這樣他隔離也不會上線 對 就是集中建議 對 就沒有辦法聯繫 所以還是 還是有困難 目前 真的是只有台灣做的 比較好 韓國那邊也是 也還是沒有辦法完全 像我們這樣 我覺得我們就是 不分 任何 人群 好比像說 義工 那其實也有 健保卡 也拿得到頭照 也有他們自己的一個管道 那像一些其他的國家 如果這樣子的政策 沒有照顧到義工 很多地方就會開始感染 或者是說 對 對 像這個 這個 酒店啊 夜生活的地方 那我們當時說 十連支 他們也是國家隊嘛 但在其他地方 好像是就有一點說 那要禁止他們營業 那他們怎麼可能都被禁止呢 所以就變一個黑鼠 然後又在那邊感染 等等 所以就是我覺得 社會上面如果有一群人被驅逐出去 或在這個國家隊裡面 那其實反而 對所有人都造成影響 那我們這邊 因為就是大家都有健保 所以 等於它無形之中變成一個共同體 我覺得這也很有幫助 你當時我記得說是那個健保卡的資訊 對對對 出入境的 出入境的 那邊的時候 那個時候沒有 那時候是那個陳其邁副院長 因為他本身就學這個 那他是那個陳建仁老師的學生 那陳建仁當時是副總統 對 所以他們說了算 就是說 政務委員是跨部會的協調 那但是如果只是在 好比想說衛福部裡面 機關署要跟健保署協調 那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副院長 或者我們陳委官 或陳建仁老師 說一聲就可以 那他們比較需要我幫忙 是說好比想說 我們的買口罩的 那個是財政部的報紙軟體去改 那財政部跟指揮中心 本來沒有這種環道 所以我就去協調 或者三倍選是重啟出 是經濟部 這樣子 所以我主要還是做跨部會的事情 因為其實你是算那個位接是部長 對 就是我等於是 單一部長能做的事 就不會來找我 那當然如果這兩個部長 第一次不知道 他們可以第一次怎麼幫忙 就會找我 在 有沒有自己想問的 不要時間到了 到時候你要很後悔喔 沒有最後有什麼問題 你自己要先練你想問的喔 他剛剛想問說你都聽什麼歌 聽什麼歌 聽音樂喔 我覺得 要看我的心情 我如果想放鬆的話 我不會聽有節拍的 有時候就是聽一些自然的那種流水的聲音 風的聲音這些 對 那但如果是要就是聚精會簽的話 那才會聽 他比方說Rap 那個饒舌瓶 我很喜歡聽饒舌瓶 他有唱饒舌瓶 有點像繞口音那樣 有印出來是不是 沒有 沒有 唯問的差不多了 唯問的差不多了 最後是屬於公司類的 就是企業轉型 那個等一下再問 等一下再問 我是怕到時候他們兩個又覺得 沒有 小朋友 明明來的路上都很多話 還是要喝個水 還是怎樣 可以啊 可以喝個水 你們不敢問的嗎 可以 都不敢問 都可以問吧 都可以想到什麼就這樣 很自由啊 沒關係啦 就那個 就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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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講的 用講的直接講出來 不用罵啦 他媽那麼害羞 對啊 跟孔明 孔明比 你自己想拿哪一個是哪一個 哪裡 他想問你說 如果 讓你自己講 祝個臉 我不認識他 不好意思 我不是很確定他狀況怎麼樣 好笑喔 人家名一個聰明 直接用這樣 對啊 我也有看三位演藝 什麼 可是感覺好像是小說角色那樣子 對 跟那個歷史上真的人 可能也有很大的差別 那你們有最喜歡看的書 最近看的書是什麼書 最近看的書嗎 我最近在看有一個叫 比爾蓋茨 他是本來創辦微軟的一個人 那後來他都去做慈善的工作 那他最近的一本書有翻成中文 講說要怎麼解決切後變遷的問題 那寫得非常的清楚 我覺得用那種工程式的角度 去講說 每年有510億噸當量的碳排放 那我們在石碧住行娛樂各個方面 怎麼樣子把這些 就是不用碳排放的這些選項 都做得比較便宜 比較容易用 那我覺得這個小朋友 應該也很容易看到 我最近才在看 就是我半夜爬起來 然後沒事做 就翻一下比爾蓋茨的書 然後去睡 所以唐鳳現在你還是很喜歡看實體書嗎 沒有 那本是因為那是天下來一方的時候送我的 所以我剛好放在床頭 不然其實你現在是 我醒著的時候 不是那種睡一半起來的時候 平常的時候都是用這個品牌 輸位 對 你看看電視書 因為這樣我才能學問間鎖 學問間鎖我記得比較晚 那我不是不太能理解你講嗎 你知道嗎 睡著的時候就把它記起來 所以就快速的翻嗎 因為就睡前快速的翻 但是在腦裡不要念出來 不發出聲音 對 然後就去睡 那醒來的話 就會有一些關鍵字之間的關係 在我腦裡 一個結構 但是不是整個背起來 沒有背起來 所以才要靠全文檢索 我就會想說 在書裡有提到 好像這個關鍵字 好像這個意思 但是其實只是 概念跟概念中間的連結 那我如果要回去看 到底它寫什麼 我就要搜尋 然後回到那一段 然後就去看這樣 就有點像是一個 快速做一個編幕的一個動作 就是像整個獲得文章 用Ctrl去找出來 對 你可以告訴他說 其實WIDE也有這個功能 你說全部5000字 我只要一個500字 還是50個字的摘要 他會先幫你把關鍵字 搜尋變成一個摘要 那那個就是 有點類似我醒來 腦裡的狀況 就是其他都不記得 但知道有這些 主要的概念 這樣子 有時候就是 看越多 就晚上都睡 就睡越多 睡不著 睡不著 你還是睡越多 對 不是我啦 不能把它記起來 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你邊看邊 邊 跟他對話 那就會睡不著 對 對我就好像掃瞄機一樣 我看的時候 哪裡可能發出什麼聲音 所以就睡得比較好 喔 唐莫沒那麼 難相處吧 你們幹嘛要偷包講喬喬話 沒有啊 我跟他講四鏡 好啊 明明車上很多話想講 不然人家時間到了 人家後面還有人喔 對其實真的後面還有人 真的喔 那有人在排隊啊 不是他講 跟我們那個 第四個第四個 我是很高興可以一直聊 但是後面還有人 對 快快快 這是什麼 好啦 可以彈工看一下 我喜歡什麼 動植物喔 那個動物的話 最喜歡的是人 就是現在說人 就是人 我蠻喜歡跟人相處 聽人說話這樣 植物的話 大概我覺得就是 像這個其實不是真的植物 但是看起來像植物 但是我覺得這種草啊 或者是蕨類啊 或者這些就是看了之後 覺得好像心情可以很放鬆 然後覺得 因為它是平的嘛 就是不會像一棵樹一樣 它那麼有個性 但是它可以 不管是風啊 雨啊 地震啊 火災啊 它可以很快的又長回來 那我覺得植物這一方面 讓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恢復力 很高 所以如果你選擇要退休的地方 你會選擇哪一個 我覺得這邊就很好 哈哈 你一定退休 對對對 真的啊 空總這邊 它真的有點像 大安森林公園 後面有多一個公園 但我覺得這個公園 然後更寬敞 更明亮 而且更多就是好像 你想要在這邊做藝術創作啊 怎麼樣都可以的感覺 所以這種 我覺得就是大家的公共的空間 這種感覺真的很好 對 我要簽哪裡 小粉絲 簽名 我要簽哪裡 封面 謝謝 這裡 這一本也有 這樣封面就有兩個我的簽名 好了 這裡可以嗎 可以啊 好啊 謝謝 好 因為其實你的是在這一頁 不是 那也可以啊 我那頁也可以搶 你知道那頁就是 你跟那個氣候上 對 黃金瓶嗎 對 他的一個鍵盤行動 對對對 對對對 好 好 謝謝 好 今天可能先直到這邊 不好意思 好 因為後面還有朋友 對 而且我們收也要時間 謝謝 謝謝 那之後如果你要邀同學來 或者是 痾痾痾痾 痾痾痾 痾痾痾 直接就簽在封面吧 OK可以啊 沒有問題啊 就這個封面 封面是 會掉吧 會掉 因為他這個有戶備 對 所以我簽那一頁好 好謝謝 我們可以可以合照嗎 合照嗎 還是我們到外頭去拍 OK 可以 通常我們是在外頭有一個 的牆 不然不過四個人好像也還好 那這邊好 這個牆 謝謝